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人生的方向 我们先来看一段相关的影片 待会回来跟各位介绍水岩木房 艺术总监魏荣明 在中立陈业道路旁 通过这道揪木门 是魏荣明花了三个月 被它形容为奇蹊四翻转的水岩木房 但这个空间之前它是一个铁工厂 专门做螺丝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相当无趣的一个工作空间 那么可是我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一样我看到它的可能性 我看到了我的水岩在这个地方 后续的发展的那个融解 铁工厂变身成有质感的木房 如同旧木材翻转魏荣明的人生 那年他三十六岁 美工科毕业 做过画家 教儿童美术 依旧对人生异性阑珊 时到无意间接触到这些松木旧料 我开始去收集 我自己可以找得到的木料 剪人家装潢剩下的木条 凑出一个画框 再去做出一些小木作品出来 我发现我去做画框的 这一种兴奋的强度 远远的大于我在画画的时候的那种强度 自此木工程度几近零的魏荣明 爆发巨大创作能量 画框 木作小品 CD架 桌 椅 道家具们 各种木头上的损孔 朽坏的 瑕疵的 对他来说都无需隐藏 甚至值得被疼惜 我喜欢这种层次感 我们把它拼凑成一扇门 我会说那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华丽团结 有秩序的排列之后 它的一种美感张力 居然是在被这些废木材里面去呈现出来 除了大门展现魏荣明的美学观 还有充满童趣的木马 不同木材拼接成了桌子 各是造型迥异却贴心的椅子 到墙上的圆木拼贴作品 它保留每块木头独特性 却又拼凑出不同美感 我真心喜欢这些旧木梁 我对它有很浓郁的感情 我自己受过的美术训练 会让我懂得如何把我的这个情感浓度 移倒到这些素材上面 然后以这些素材来传达我的一个美学判断 这张椅子形如名 面团椅 一坨充满手镜的柔年痕 让人会心一笑 我们的面团其实虽然不是很高尚的一个想象 可是它绝对是一个很温馨的想象 我就希望它带有这种温馨质朴的一个画面 来使用这个凳子 我们这个椅子 它是用一种非正规的工法去制作 我们先把木头凑成一个L形 凑完之后我们用链锯 把它的大型先削切出来 之后再用铲刀去把它一瓢一瓢挖好 挖好之后我们再来试做 试做了觉得哪边不舒服 我们再来修哪边 一切从人的角度出发 魏荣明说这是常名美学 平凡中找到可能 接受刺激却要突破现状 这间用吐气出来的小茶庵 质朴却散发一股生命力 正是常名美学的体现 土物它是一个天然的职材 它其实对人体是有一个相当的友善性的 它有一种滋养性 虽然它来自于一种怀旧的情感 但它必须融入现代的生活 它必须以现代的美学 来去整会我们过去的题材 从传统中吸取滋养 旧友与现代美学 透过不断实作的双手 在木工房里每件物品 每个空间巧妙连结 木头改变魏荣明 以为平庸的人生 而它也将创意能量 传授给热爱木头的学徒 让世人见证 废墓余料也能展现角色之姿 温柔 动人 无限可能 好 各位刚才在荧幕里面看到的 就是我们今天要访问的贵宾 水檐木房的艺术总监魏荣明 荣明你好 蔡大哥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现场 各位刚才看到影片里面的 很多的看到的画面 其实今天都在我们的现场 今天我们现场跟往常 最不一样的地方是 几乎我们都配合了 今天要访问的贵宾 所以荣明 魏荣明 现在就提供了很多 她所做的 我们可以一边聊 一边可以用我们实际上 所做的 所看到的 来做一个介照 对照 然后一一让各位来了解 刚才影片里面也说了 事实上你原来是学美术的 是 一直到36岁才真正接触到木工 没错 从美术到木工 我相信也蛮多人问你了 是 这中间的差别 或者是延续的有哪一些 其实我从来没想过 有一天是要搞家具 我从来家里面 在那之前也没有接触过 我们家里面没有任何人 从事这个工作 我也没有这个传承 也没人教我 所以我也从来没想说 家具会是我后续 这么重要的一个 人生的事业 但前面的美术呢 前面的美术 那是我自己愿意去选择的 我非常热爱这件事情 可是它的强度居然还不如家具的 没错 你前面的美术的那段生涯 主要是攻哪一方面 漫画 漫画 对 我喜欢画漫画 是 你蛮符合你的整个人的年纪 跟那个 是是是 我们那年代大概 漫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绘画的一个养分来源 而且听说你也做过一段时间 是是是 当时喜欢漫画 喜欢谁的漫画 我们那个时候 好小子 小叮当 其实大概我们五年即生的 共同的一个漫画的回忆 那些我都喜欢 还好 还好我没有告诉你 我喜欢魔鬼 魔鬼党 是王真品 那更老火一点 是是 小叮当 是是 OK 那喜欢漫画这一块 虽然后来你没有再走这条路 可是喜欢漫画这一块历程 对你后来的创作 有没有一些影响 有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 比如说漫画 它必须强调在造型上的美感 戏剧性 漫画的角色 一定都有它的戏剧性 夸张 然后漫画一定要有它的剧情的曲折 这些东西我都学到 那么我会运用在我的家具的表现里面 让我的家具也有它的戏剧性 它的娱乐性 它的讨喜性 OK 我看到一些关于你的一些资料 上面有讲说 其实漫画那个工作 你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 哇 完全不是你所想的那样 是是是 没错 我从国小四年级开始 我确认我想要走漫画这条路 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自我训练 那还走了蛮久 对对对 人家国小国中到高中 高中毕业去画动画 还是想走漫画这条路 退伍之后真的去画半年的时间 发现自己不是那一块 就是说喜欢的历程这么长 但是失望的历程这么快 这么大 崩解掉了 是是 没错 为什么呢 那半年为什么让你突然间 整个崩解掉这一块 因为你当你实际上进入到市场经验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自己过去所想的 都真的都是你想的 不是一个市场历练过之后的实力 成绩 所以那个半年的时间 让我一再一再的去琢磨 去自觉说 完了这条路 我越来越没有动力去走 越来越没有信心去走 我以为我很强的 在市场面前根本不算什么 那段时间会不会很痛苦 会啊 超级茫然的 是是 而且是一个 你可以想见 喜欢了十几年的东西 突然间要跟自己讲说 好像走不下去了 是是 那段茫然的时候 怎么怎么过渡那段 OK 其实那一段时间 心里的这种茫然无助 看出去的未来 从心里面看出去的未来 其实是一片黑暗 灰蒙蒙的 你看不到未来 好像有很多选项 你可以去走 但是没有一条选项 是在你心里面 呈现出来的一个未来 所以我花了好多时间 去整理我自己 因为我是一个很任性 又固执的小孩 我非得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不可 可是从这个阶段 因为就知道 你刚刚这样推算的话 当文斌回来 到36岁找到一个方向 中间很长 没错 也就是说你半年的漫画生涯之后 有十来年 十三年 十三年 那就就像我们刚刚的前面的影片 短片里面所讲的 教画 是 画画 是 教儿童会画班 那个是我主要的一个工作来源 当然也不错 一方面是你本来就学这一行 一方面做那个 也的确在收入上来讲 也不算太差 可是心里面还是有一些 小小的焦虑 不满 但是还在摸索 十几年 十几年摸索也不容易 很多人也许 我理由这样讲的 因为很多人也许就会觉得 那我就做下去了 反正也不错 钱也赚了可以 结婚生子 开一两个班 就做下去了 是 你显然没有 没错 我一直在寻求我人生的一个兴奋点 就我非常依赖那个兴奋的强度 就那个强度没有的时候 我就只是做事 所以换句话说到三十六岁 接触到木工之前 我相信你一定尝试了很多 其他的 但是都没有兴奋点出来 没错 一直要到三十六岁 先快速地告诉我 那个三十六岁那个点是从哪一个机缘开始 我这段时间 我大量地阅读一些心理学的书籍 宗教哲学的书籍 想要找到一个答案 对对 关于人生的心灵方面的书籍 我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自我的整理 那么是在三十六岁的那 他不是某一点突然触发 然后就突然开窍 不是 他是累进的 可是到了最后那个点 他在那件事情上得到了确认 好 就这样子 就那个点 我们再回来 就继续跟魏鲁明来聊 那个点怎么出现的 当那个点出现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像人家讲的 突然间光就照下来了 马上回来 是 当人生找到自己 真的想做的那件事的时候 或者碰到那个对的时间点 来了一个对的灵感 对的方向的时候 那个光就似乎是 Sparlight 啪 打上去了 但是各位要知道 这也没那么浪漫 因为你再往下走的时候 还有很多的考验就出来 好 所以现在三十六岁的时候 就慢慢累积到那个点了 但是总有一个因缘 就是木工这一块 在你身上出来了 是 那个点在哪里 OK 关键在于 我是一个创作者的性格 所以我一直在找 可以让我的创作灵感 源源不绝出现的那个素材 我曾经有三个月的时间 我盯过木箱 那个木箱的工作 让我很大的快乐 可是三个月我就发现 我身体在抗拒那件事情 因为它是重复性的作业 它没有办法让我的创作 跟情感流露出来 所以那件事情 我就割下来了 割下来之后 往后的这段时间 我仍然对木头这个素材 我有高度的一种兴奋感 可是我也告诉我自己 我试过了 不是哪一个东西 可是36岁那年 什么事情触发了 就这一点让我想通了 想通说 我当时那三个月的木工经验 之所以让我后来去抗拒 是因为它不是来自于我的创作 我的设计 我的情感 当我想通这一点的时候 我就好开心 就喜欢木头 是喜欢的 但是绝对不是那个没有创意的 不能够重复制作的 你不喜欢 那为什么是家具呢 你想我怎么这样讲的 因为有可能 你又学美术的 有可能走向雕刻 木雕 这是有可能 但是你没走上这条路 我喜欢的木头的树材 它是属于旧木 回收木材 这木材很奇怪 它就是先天上带给我 一种很深的感触 才华 甚至是雄心 也就是所谓的兴奋 我看到这个东西 我就会有想法 我想要把它实现 可能是一个移情作用 因为旧木这东西 它本身就不具有什么价值 是让人家嫌弃的 或者是偏仪器的东西 可是跟我的身份 跟我自己对自己的认知 也有一点相合 就是我的来历 是一个相当频繁的长民 老百姓 所以我如何在我自己身上 去找我的资源 那我可能在这一点上 旧木给了我一个投射 在旧木上投射 对 最早开始看到旧木 有那种兴奋感 对 那想做什么 你想把它做成什么 我首先是想要把它弄成 一个美美的东西 比如说一个木座 一个CD架 一个 以我的程度 我做得来的东西 可是我更想把它做成 一个有用的东西 又是旧木 又要让它有用 那就是旧木家具 所以反而从这里面开始 以旧木为素材 以家具为题材 开始了我另外一段 创作的生涯 那这边又会捧场 另外一个问题 做家具跟做艺术的木工 还是有不同的 对不对 否则也可能变成一个家具行 变成一个家具公司的老板 对不对 所以这边还是有一个 再进一步的转转 没错 那当你开始觉得 可以把它做成 有用的家具的时候 你脑海中想的 跟一般的 所谓的家具师傅 不会 会有什么差别 非常的落差 也就是说 我们在基本的动机上面 思维上面 跟技术程度上面 就是一个天差地缘 动机呢 先谈动机 来自一种美的感触 一种创作欲望 透过家具这种形态 再次去呈现 这是关于动机 对 技术呢 我没有受过任何的 木工家具的一个训练 以至于我得靠自己 现有的程度 那么一丁点 属于老百姓的认知的 那一种木工程度 开始去组装 去制作一件家具 当然它是相当不专业的 可是这个不专业 反而给我很大的 一个摸索空间 专业它意味着 只有对跟错 不是对就是错 可是不专业呢 不专业有很多可能性 你可以自己去发现 可是这还有一个差别 就是因为 你是想要它可以用 对 可是在用的功能上来讲 一个传统的木工 它对于能不能使用这块 一定很准 它一定非常精准 可是在能够使用的情况之下 美不美 对它来说应该是比较其次的 它通常都是在使用之后 才来强调它的美 可是你相反 你虽然重视使用 可是你一开始就重视它美不美 所以美这块的要求 跟实际上的使用之间 会不会有一些矛盾或者冲撞 刚开始的时候 对我来说不会 它反而是一个 让美得以长出它的应用性的 一个必要的途径 所以如何把美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应用性的器具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 跟可能性的空间 好 所以我们问一个很直接的 如果一个人他来看一个家具的时候 他看到你的东西 跟看到一个非常精准的木工的家具 他能不能够很快的感觉出来 这两者真的有差别 会 重点在于感受性的不同 就是我们的家具 它是从感受面出发 所以它直接带动的是 人在看到它跟使用它的时候 那个心情上的欢愉 跟一种美的感触 这个东西是一般家具 比较不去着重也不去强调 一开始你就着重在旧木 旧木的在利用上 对 那个是我自己喜欢的素材 可是这些旧木好收集吗 以我们的一个规模 就我那个时候一个人工作室 所以要收集这个不难 不难 其实到现在都还不难 那旧木到你手上以后 你就重新把它拆解 我们得要去思考 去琢磨 这个旧木 它其实应该怎么去表现它 那可以让它的美感发挥 包括它用在哪个地方 放在什么位置 刚开始这样尝试的时候 你家人会不会很困惑 你的父母亲会很困惑 会 你在干嘛 你在做二手 对 你在收那个垃圾资源回收 对 他一定会觉得很困惑 怎么一堆 人家丢掉的东西 好像是丢掉的家具 你把它拿回来 把东拆西拆 然后一落一落地放在那边 对 刚开始一定有这种感觉 没错 没错 是 我爸爸是一个 非常疼我的一个老人家 所以他即使对我这个 三十六岁才开始搞这件事情 那是前途在哪里 根本就没有的事情 所以他其实应该 他心里也相当的困惑 可是我这儿子 他是疼定 所以我怎么搞 他都背后默默支持我 他只有微微露出一点点 疑惑的眼神 所以他并没有反对 没有 没有反对 你大概摸索了几年 才真的觉得 做一个魏隆明自己的人生的一条很重要的路 你抓得有点准确了 您是说 就三十六岁之后 以后 或者这样讲 当我确定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完全进入了一个笃定状态 它不是后面才越来越笃定 是一开始就很笃定 可是我会用后来的成绩来验证我自己的笃定感 是不是真的 好 我们现在在我们现场各位可以看到 待会我们在下一段我们会再拿一些新的作品给各位看 但以我们现在来看 这椅子中间这个茶几 茶几是非常吻合荣民所讲的 因为看起来这块木头 上面这块木头是一个非常不规则的 是 这原来的木头是干嘛的 原来 我也不晓得 但是它是我从木材厂收来的人家的闲置料 放在外面好久了 那他们都会把这些料全部清空 好堆放其他的新的 因为看起来的确是 你也没有让它说什么 把它采接成一个正方形什么都没有 你大概大致保留它的一个不太规则 其实这个线条就是让我们有感触的地方 我可以理解你看到这个旧木的兴奋 因为某种程度就像你刚刚讲的 它本身有一种美感 只是说你有没有看出来它的美感 然后这个美感能不能够经用你的巧手 让别人也感受到 所以大致上它是原貌 是 没错 然后下面只是加了四张桌角 但桌角是处理过的 是 是 是 这个还是最典型的 这个算是我们比较为人所知的 一个水盐特色的家具 好 你讲了水盐木房 要说明一下 为什么有水有木 水盐是我过去在画画时候的笔名 很多人在问那是什么意思 很美 但是不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透明的水缸里面 你滴滴颜料下去 颜料开始在水里蔓延了 那个水里的颜色的意思 那木房是以木头为素材的一个创作空间 一般来说做家具顶多叫工房 工房是以人的工艺为主而呈现的一个家具 但你回到了它最原初的 对 以木头这个素材为主角 那我只是协助或者是合作的方式 让这个素材得以呈现它自己的工材 倒是也 其实你这样解释以后 我倒觉得也蛮好的 因为水源木房就等于把你自己人生的两个阶段 也微妙地结合起来了 而且也表示说这两个阶段 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是 是 是 并不会完全没有关系 是 美 美这件事情 你是怎么看待的 特别是经由 我们不谈一个很抽象的 回到这个跟木头有关的 OK 美来自于哪里 因为这里面我直接联想就是 第一个 如果照你刚刚的谈话来推敲的话 它原来有它的美 这是一种 对不对 第二种是说我们人为的 创作部分也可以让它美 是 那你怎么看待 一般我们从事平面创作 那个是单向输出 也就是说在一个空白的画纸上面 我们透过我们的颜料 画的技巧跟我们的画笔 我们单向输出的让一个画面填满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画纸上面 得到灵感的回馈 可是这些木头它本身是有故事的 它本身有它的历史 那它本身就提供它相当的基础 那我只是跟它的这个基础共鸣 而产生的一种美的感触 所以其实我很多美的想法 美的感动是它给我的 然后我再把这些感动回馈给它 让它呈现出 它让我感动的那个画面 这个就是一个循环 好 待会来我们再用几个作品 一边用作品给各位做示范 一边让我们的这个荣民 跟各位来解释 它怎么在一个旧墓里头 看到它可以呈现的 包括技术的美感 好 我们继续来跟水源木房的 艺术总监魏荣明先生来聊 他的这个所谓的职人 常名的这个木工美学 刚才你在聊绘画的时候 我有注意到一段 你说绘画有它的一些技巧等等 你学了那么久 画了那么久 所以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可是木工对你来说是一个新的 那技法这一块 你完全是边做边学了吗 没错 大部分是自己摸出来一套 其实算是相当粗浅 但是有效的工法 以我的程度来说 我的标准是有效 所以有效是什么意思 有效就是它结构牢固 以这个为前提 不会说好看 就一坐下去没多久 一啪 拍下去 如果是这样我也会晓得 我就会再修正 修正整它这个结构绝对有效 而且它是在我的程度做得来的 那我们的专业木工 不是以有效为前提 是以他们的规矩为前提 有效一定有效 可是一定还要符合他们的传承 但我是没有传承 你没这个包袱 对 所以我反而在有效的前提下 我可以去做更多的发挥 可这样会不会也会引来 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评价 就觉得说 那你做得很不正统 会不会 我们刚开始对这一点 我也会有我的自卑感 因为我的成绩 自信心还没建立起来 可是随着我们的经验的累积 五年 八年 十年 这样累积下来 我反而很庆幸 我一直以来 我都是走体制外的路线 在发展我的家具 反而现在有我的成绩 我懂 反而对你来说的话 这个刚好就是你跟别人 做不一样的区隔的地方 当别人都在一个很传统的 很重规中矩的 主流的家具的市场里面 拼的时候 你反而杀出一条另外一条 别人来找你 也一定就是不要那个中规中矩 他才来找你 是 是 没错 好 魏榮明先生呢 他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运用了很多很多的旧木 比方说我们现在举个例子 就在魏榮明旁边 然后荣明兄旁边 有一个 你看 其实它是一个 有点像是我们小的 小朋友玩的一种小木 是 可以有轮子的小木 可是你仔细看 它原来不过就是两块 应该讲说原来就是一块大的木头 有一个树干的中间一段 对不对 而且你几乎也没什么处理 只把它切成两段就 是 是 然后上面当然有做一点打磨了 对 对 然后就顺着它 然后上面再加一个前面的把手 是 是 这个把手是处理过的 有稍微处理过 稍微处理过 然后底下就是三个轮子 所以小朋友就拿来玩了 没错 感觉起来这很像是我们在山里面 或乡下的地方 那个爸爸就把顺手 把那个院子里面那块木头 钉一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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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但你有没有算过它可以载到多重 以一个小孩来说绝对没有问题 我都可以去玩它 只是它对我来说体型上我比较大而已 但以我的体重玩它都没有问题 是 它看起来很质朴 是 是 没有什么花俏 对 但是另外一角度来说很实在 是 是 但是你可以用这个作品来讲一下你的 可以 你的所谓的藏民的木工美学 是 是 这个作品它本身就是非常的藏民 也就是它完全为藏民所理解 它完全用藏民的程度就做得来了 我们小时候可能都看过爸爸在做一些架子 他就是用它的程度就做出来 其实这个也是那一个意涵 所以我们在这个表现上 我们不让它述诸于专业 我们让它述诸于一种藏民的仆着的程度 但是可以做出这样一个造型的东西出来 虽然仆着 但它其实在机能上面它都是都照顾到 那么我们现在的产品 家具都太过于精致讲究 太过于细节的琢磨 但我想要去呈现另外比较粗琢的 让孩子在这个粗琢的质地里面 他是不是有一些新生的天然的东西 这种触感会被保留下来 那个就是我想要透过这件 这个小孩子的这个玩具车去表达的 我看到它的时候 我的确是有一种很强烈的某种羡慕感 因为我们现在玩了 小朋友玩这种小小的这种滑板也好 小的独轮车也好 或者是小的这种像自行车一样 玩具车一样 都是不是塑胶 都是非常非常人工的 塑胶啦 工业设计的 那也可能昂贵到一台可能要几千块 上万块都破不掉 或者是不贵 但是一堆的环保问题 加那个垃圾 那个塑胶 你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可是这个就是木头 几乎等于百分之九十都是原来的木头 所以处理上来讲 它的确是有一些扑着 而且有一点点传递了某些环境 环保的概念 对 好 我的右边这一个 这个远远来看 它其实也可以看出像是某种动物的造型 可是它其实就是一把椅子 对 它是一把 你又给它一个名称吗 小蚂蚁 小蚂蚁 是 小马 像马小马的椅子 不是小蚂蚁 小蚂蚁 对 那它的处理看起来工就稍微复杂了一些 对 工序稍微专业一点 可以介绍吗 可以 这一张椅子 它是属于我们成年男人的一个童年梦幻 也就是说 我们大概成年男人里面都还保有那一个 童年时候的那一点赤子 可是我们大概很难有机会再去表露它了 那我设计这一张座椅 其实是想要让我们这些臭男生 当我们已经有一定年纪的时候 我还可以有一个东西 它让我回味我童年时候的那种童趣感 而设计出来的 所以它是一个角落的椅子 让我们 它是一个休闲椅 所以它会让我们坐在椅子上 它看起来好像应该不舒服 可是它坐起来其实相当的体贴 它是为了回味我们的童趣 而去发展出来的一张座椅 通常你在日常创作的时候 你是就自己的理念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设计 做一些椅子 然后开始找材料 还是说看到材料之后 根据这个材料给你的直接的联想 然后去想它可以变成什么 其实这两种都一样 因为我们也已经是一个专局 专业的一个家具工房 有时候是客人提出需求 我得要去满足它的需求 那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达成的任务 更多的时候 我其实是不断地去构想家具的诸种可能 我得要去找这方面的资料 吸收这方面的养分 让我始终保有一个高度的创作能量 当我有需求的时候 我可以从我里面提取这些东西出来使用 所以素材本身会给我灵感 我有时候会有产生一个画面 我觉得那个画面好棒 然后我就会去想那些画面 应该要用我的什么木头去表现 会刚刚好把那个感动的梗给表现出来 同样是一个家具的造型 你使用不同的材料 它的梗可能就没了 它的感触可能就没了 这个也是我们水岩家具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它在选材这方面都很活泼 不仅是造型的活泼而已 这些设计 现在都是你一个人在做 还是其实在你的团队分工里面 也有人帮忙 目前这个还没有办法交接 因为它牵涉到是过去这么十年 十多年来的这个演化经验的累积 我想要传承交接下去都交不出去 因为他们还不带有这个经验 所以大部分来自说 还是创意还是来自于你 然后他们只是在分工 怎么样来完成这个创意 还是在执行的一个阶段 你现在自己还会下去操作吗 很少 比较少 我偶尔示范一下 其实我还是会手痒 可是我的工作的任务 是把水盐木房这一个单位给经营好 这个位置也只有我能够去升任 所以反而我比较没有足够的时间 再去创作 通常如果说你的成品做完了 客人来看喜欢了 他自然就会喜欢 他觉得看了半天 跨楼某那一段就算了 可是这个跟你下订单的不太一样 下订单的脑海中 他也许还没有那么明确 可是他至少有一个想法 那通常你们会怎么样子来 来跟客户来做沟通 因为这就很像是一个 房屋的装修 房屋装修一样 空间设计一样 房东一定有他一些想法 然后呢 但是做设计人 有自己对于美的各种要求 可是中间到最后 你一定是要有一些妥协 沟通 然后甚至到最后 双方各自找到一个 都可以接受的 那通常如果客人 这里跟你来下一些单的话 OK 你们怎么去沟通这个 对方要的 跟你能够呈现的 是 水盐家具是以风格著称 也就是风格是我们很重要的 所以对方来 他一定喜欢这风格 这是第一前提 但是也有那种搞不清楚状况 因为我们什么家具都能做 那我会先去问清楚 为什么来找我们 如果他问 你们不是做家具的吗 那我就晓得 他是冲着我们做家具的技术 不是冲着我们的优势跟风格来找我的 这样就不接了吗 我会评估我们有没有时间 跟我们做不做的来 或者是你也会试着说服他 对 那如果说好 他们真的就冲着你们的风格来的 那就太棒了 通常他们就会带着先天的信任 欣赏跟好感 其实这已经建立了一个先天上面的一个桥梁了 这个时候我提供我的想法 跟我去理解他们的需求 还有他们的线索的时候 我反而可以得到大量的回馈 可是我看你的作品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直接的联想 当然并不是每一样作品也许都这样 可是我看到的作品大概百分之 我觉得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吧 他似乎都是着重他的单一性 独特性 所以并不像一般家具说 好 你要这个桌子吗 我帮你做十张或二十张 好像比较不像这样子 是是是 对不对 你们的你们的你们采域的走法 看起来比较像是小订单 小批次的方式在做 那样也许我可以提供你十几张桌子 但是每一张都会不太一样 对对 是不是这样 是是是 这就是一种职人生态的产业 就职人他没办法去做重复性的大量生产 可是你要做单件单几件的 他反而这个是他的优势 他的长项反而是在这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 这样就比较像是一个 你知道的 它不是一个量化生产 对 它比较像是一种手工打造 没错 既然手工打造的话 我也许可以类似 对 但不会每一个都一样 是是是 所以你们风格也许就在这个地方 没错 没错 但这样的风格 在市场上来讲 走了这么多年了 你觉得台湾的接受度出来了吗 台湾在这一方面的接受度 其实还是相当受限 因为我们能够提供的选项不多 比如说专职帮客户定做家具 而还能够有做得下去的 这样子的单位在台湾就很难找了 所以我们水盐牧房 虽然是相当一个稀有的案例 就是以制作家具为主 然后居然还可以存活下来 OK 所以选项少 所以一般民众也不晓得 有这个选项 但是你们既然标榜风格 标榜旧木的一种 重新的再利用 然后走出他的新的生命 传统的木工 或者是中国传统的 台湾社会里面 传统的那种木工的手艺 你们有保留或传承一些吗 比方说 以前传统的 中国的这种木工的手艺 最厉害就是他根本不用盯着 没错 对不对 他用接损的方式 那像这样子的技巧 你们也保留吗 OK 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一方面的失承 所以如果以我的程度 我的程度大概是照 所谓的守守 还不到师傅的位阶 可是守守的程度 其实就已经可以做很多东西 只要他不拿工艺的标准 来要求他 可是我现在我们场内 有两位老师傅 那就真的是师傅的手艺 那我们现在的技术是加入他来 就等于说你的想法美感 但是技术上让他们来客服 是 所以也等于保留了我们传统的老师傅的手艺 有 这个部分还是得有的 毕竟我们是专业的家具工房 不能老是用我这一套 虽然我的创作性很好 可是我们还是得要有工艺的专业性 好 我们近一段广告带我回来继续聊 好 家具当然是要用的 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 可是我们也看到西方 包括西方的这个现代主义的运动 也让我们的日常使用的家具 出现了一些非常有造型 功能没有问题 但是加了很多的美感经验上来 那魏鲁明先生呢 今天还特别我们准备了一把椅子 就我现在主持人旁边这一张 看起来很简单 可是在简单的同时呢 我刚才手去碰它 然后看这个造型 你就觉得它很舒服 然后这个椅子呢 坐着椅 我们屁股坐下来的这个椅子呢 椅面上呢 它有一个设计出来的凹槽 挖出出来一个凹槽 所以这个凹槽呢 就等于说你的屁股坐上去之后呢 就不是坐一个平的板子上 是坐在一个有弧度的 有一种非常适合人体工学的 一个凹槽上 然后更重要一点是 这张椅子是还没有完成的椅子 所以你可以知道 它这块呢 你看我们可以把它拿起来 拿起来的原因 倒不是说你将来椅子 这个会移动 不是它将来是要把它固定 是 好来 要不要说一下这张椅子 OK 它实践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美感 OK 这张椅子 它是我们家具制作12年的 一个经验的一个精髓 在一个家具该要有的本分 这件事情上 我们把它浓缩成为一张单纯的单椅 单椅意味着就是一个人 坐得有备的椅子 那么这张椅子它比较常用在是餐厅 或者是书房 那么我们把所有我自己擅长的 那些创作的元素 才华 我都把它收敛起来 变成它是一个相当内敛的 不去炫耀的 但是安安分分的 是一张仆人性质的一张单椅 让人坐得舒服 以这个顺眼为前提的 去呈现一张单椅 那通常这种椅子 因为看起来它就可以比较 稍微规格化 是 没错 比如说我一个家里面 我可能用它当作餐桌的话 我可能可以用六张八张 是 是 是 这个就算是工业设计的范畴了 它就不是创作了 OK 刚才我们在开场的时候 介绍你的时候 特别强调 你一直希望能够推动一种 长明的木工运动 是 是 既然是称之为运动 是 那就表示说 它就不会只是一个个人做的 你希望它成为一种流行 成为一种观念 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是 我们家具的制作已经十二年了 那么一直以来 我的经验都是传承给我的团队 那么 可是这十二年来的经验 让我晓得 我的这些想法 如果只有我的团队去传授 太可惜了 因为它其实很多想法 它是可以更广泛性的去分享 尤其我自己是那么热爱家具的工作 那么喜欢做家具 这件事情带给我那么多的感动跟满足 我为什么不去把这个机会 把我们的资源开放出来 让其他的喜欢做家具的民众 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曾经改变我的命运 让我活出现在这个成绩的这件事情 就是这么单纯的木工 那我们把木工这件事情 还原成一个长命的程度就能去做 就像当初的我一样 从没有程度开始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家具 做自己家里要用的东西 那我们把这件事情 不希望它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面的传授 我希望它跟感情有关 它跟创造力有关 它跟我们居家的应用有关 它跟我们在制作这件木工的乐趣有关 如果这样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多元的 多层次的一个木工运动 它就不是单一学习技术 制作家具 这么表层的单一的一个课程而已 好 但是既然称之为运动 那你显然就要有一些想法去推动它 甚至有一些活动去带动它 是 没错 我们在我们的工坊内部 我们现在已经有成立了一个 教学的一个场域 不大 我们大概可以一次容纳12个人 在这边从事木工的一个课程 那么我们目前才正在开始 但我对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版图的 就是我希望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把它成为一个专职的一个木工场域 我们有一个专职的木工场域 也许是一个老厂房 我们把它改建 成为有情境感的一个木工教学场域 我们在那个地方继续推行我们的长迷木工运动 把我的这个水盐家具的这个创作理念 透过民众去继续分享出去 现在你能够传授的这些年轻人 大部分都是离开学校以后吗 还是说在学校里面他们就可以来 退伍以后 退伍以后 是是 那就有点像是我们早期的一种 学徒的概念了 是是 其实师徒这还是有它相当的必要性跟成效 可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劳资制度 让这件事情变得很暧昧 以至于要推行也不是 不推行也没办法传授 现在会陷入这种还在混淆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在这里面就变成说 你还在找一个模式 找一种可以怎么样子在过去的 像师徒制的之外 又不像现在的牢固关系在这种模式 对 也就是那是一个职人生态 你用劳资的这个架构 去套在职人的生态上 它是行不通的 跟你用传统的师徒去套在它 它又不是那么老套的东西 所以我们也在去寻找一种 符合职人的心态 跟职人生态的这一种组织结构 运作的模式 来让我们的这个理念 可以继续地执行下去 你希望 虽然你做了这么多年 而且我在网络上也看到 包括在地方上 桃源市那边 也蛮多来自于各方 包括政府的一些肯定 但你希望大家怎么看待 你现在所做的这个工作 不只是水岩木坊 它代表了一种新的一种家具的美权经验 而是说你做这件事情 你希望大家怎么看待 我一直把自己从一个家具工作者的这一个实质身份 我想要把自己不断地提升到一个文化工作者 也就是说我想要透过我们的家具 去阐述家具的文化生态跟它种种的内涵 让这些东西跟生活有关 它是可以应用的 它是可以分享的 它是可以延续我们后续的一个生活的 它不是到这边结束 我希望它可以继续延伸下去 关于家具跟木工 还有职人 还有美学 创作这个 可不可以在一个家具的这个主题上 共同来去发挥出来 但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你有没有让你担心的地方 比如说社会价值观 可不肯定这样子一种行业 可不肯定这样子一种背后有一种美学的这种高度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这社会如果没有这种肯定的时候 就会迫使年轻人就不愿意 也不愿意吃苦 也不愿意往这个领域来走 因为他觉得跟他讲做什么 做木工 别人也会觉得做木工 你大学毕业你来做木工 对不对 就是这边有一个落差 所以这一块上你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关于年轻人 我自己的发现是 越来越多年轻人 他们想从事手作的行业 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手作 这个是的确 是 所以我们自己是过来人 而且我有这么一点点的成绩资源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社会责任 我们如何把我们的资源 开放给这些年轻人去运用 因为如果他们可以从过来人的资源 里面得到他们的养分 这条路他们是愿意走下去的 即使不一定走得很顺遂 也不一定走得下去 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机会 那我们已经有一个 算是走在中间阶段了 我们就应该把这个资源开放出来 去多做这方面的一个分享 培训 让这些年轻人可以在我们这边得到 他自己理想的一个工作的可能 是 但不管怎么说 水檐木房的艺术总监 魏荣明老师 至少走了十来年了 走得相当的成功 在桃园市 他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对外宣传一些文创 或者是特殊的记忆 文化的一种美感的一个 代表性的一个公司了 我想这个终究是一种肯定了 我们也非常希望 各位透过我们今天这个访问 有机会上到网站上去看一下 水檐工房这四个字的一些 代表的一些相关的意义 再次的谢谢你 谢谢 谢谢蔡大哥 谢谢魏荣明 谢谢 也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希望每一次的专访 都能够让大家对于台湾的朋友 所做的努力 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我们下次通知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